照片中 自小客的右前方車頭被撞凹 車頭燈也被撞得掉在地上 駕駛鄭先生回憶 當時對方的休旅車跨越雙白線 硬切近他的車道 撞到他的車頭之後 還繼續往前開 當初從這邊撞的時候 那燈是掉在地上 事故發生在10月5號 鄭先生為了向對方求償 在10月15號上警局官網 申請事故現場圖跟初步判定表 沒想到7天之後去取件 警方進來告訴他 電腦裡吵死案 這個申請案件沒有 我心裡想說怎麼可能 都已經過了一個禮拜了 那警方隊到底在幹嘛 那還不成 難不成這個案子被吃案了嗎 鄭先生出示申請成功的電腦截圖 警方當天下午才火速 趕出初步判定表 但是內容跟現場圖完全不同 他質疑警方不但沒有根據 現場照片跟筆錄就製作 還標明兩車現場已經移動 鄭先生強調他的車沒有移動 在這個月初再度申請初步 沒想到第二版還是沒有修正 警方堅持不改 還跟當事人說 可以自己花3000元找車禍小組鑑定 因為談話記錄表上面 他已經有去註記了說 雙方的車輛已經都一致了 這處理原件 是可以在事後補充上面 可以記載嗎 當然如果你今天補充的東西 必須合乎說我們本身事故 處理的一個原始的事實 就是要維持一個正確性 警方強調車禍事故處理 有一定的程序已經向當事人說明 不過鄭先生質疑 這張初判表 將來在調解上法院 或是申請保險禮肥的時候 根本無法成為證據 為了捍衛權益 他決定立正到底 記者張秘宏 黃總寅 台中報導